白色轿车原本执行会车后蹦的一声 突然翻车四轮朝天 现场扬起烟尘 白色轿车躺在路中央 车门打开安全气囊都爆开了 幸好车上的驾驶 18岁的黄姓男子只有双脚擦挫伤 黄姓男子的爸爸得知车祸也马上赶来 因为车是爸爸的 事发在12号下午1点多 地点是台中雾峰四德路中正桥前 但是怎么好端端的执行 也会撞到翻车 实际回到现场 白色轿车冲撞的点 是明宅旁的水泥护栏 一旁刚好就是中正桥 从干系东路看过去 应该是要直线的道路 硬是突出了一个桥的造景基座 经过的汽机车 还得可以转过 挤压到道路空间 对象到对象 其实会有一个障碍 那你要到对象 你其实要绕一个大转弯 你直接很滴滴的车 为什么就要转弯的车 这里把桶转弯的转弯出来 如果按这个方法转弯就比较少 你怎么要不按的时候 不是就是烧路 里长表示 其实中正桥最早盖好 后来才新闢了一条防汛道路 为了区隔道路和民宅的私有地 摆放了护栏 大约五六年前 为了防止淹水将护栏加高 只是没想到多开了一条新路 原本没有问题的桥 却变成了有问题 大概86年的时候 把这个桥重建了 然后把它垫高了 因为要防洪 这么多年了 也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 是不是应该要重新来过了 警方补充 已经接惠交通局通知 将办理会刊 讨论该如何调整 才能减少当地居民 看用路人的困扰 TVC的苏泰罗欣 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